我有問到郭董這500萬劑的疫苗 當時你好像就說 你覺得應該是會進來 應該是可以進來 那目前看來方向是這樣沒錯 只是 喔 還多了一個台積電 這你應該沒料到吧 對 這個其實是沒有料到啦 不曉得這方勢力會再進來啦 我們知道這台積電 基本上代表的就是美國啦 對 那我們知道 我們如果統一郭董的話 基本上就是同意 跟中國大陸接觸的意思啦 就是上海復興的意思 因為郭董當初進來的時候 本來就是要避開這個中國大陸的 就中國大陸 所以他是從越南他那一批 給捐給越南廠裡面的那個 那個疫苗 播出500萬劑過來啦 所以當初來的時候他是這樣子 那他是有目的的 因為郭董並不是那麼單純的 他是有目的的 他不是為了進疫苗而已 他可能為了他以後在這個政府裡面 他要有希望能夠獲得BNT的一個代工 是這樣子的 然後另外就在他有一些生技廠 他希望能夠政府 能夠獲得政府的一個允許 能夠繼續去有一些利潤存在 是為了這個原因 所以基本上不單純 基本上這個東西是不單純的 可是這個不單純的話 他打得如一算盤就是說 我能夠不經過上海復興嗎 因為他已經在越南出來的嘛 結果這個時候剛好上海復興 就給他打了一個回票 結果他不行 這個不可以的 還是要經過上海復興 所以這下就卡死了 那我們的政府一看既然你這個東西是上海復興 你一定要去接觸的 這個又跟政府有關的 那我為什麼要把這個東西 這個桂冠交給你呢 我政府為什麼不能夠自己跟上海復興去談呢 對不對 一樣嘛對不對 因為他基本上來講 政府如果在高層某些人裡面 他還是希望能夠跟中國大陸去談的 這是很重要的 剛好這就是個敲門磚啊 那我為什麼要給你郭董 我自己為什麼不能幹 所以現在問題就來了 這個時候你要跟中國大陸通 現在美國老大哥也都同意囉 你看這樣下來的話我就表示 這個一定是政府買嘛 一定是政府買 BNT講的政府買 政府買就一定要經過上海復興嘛 所以這個路子一通以後 我想這個是美國在同意 我們這個台灣要跟中國大陸去通 那這個通的話 也是為了緩解台灣現在疫苗的危機嘛 因為美國他就是一直急著 他也沒辦法幫忙你太多嘛 所以只好真的要請中國大陸去 那這個這樣來看的話 這個又不是拿到什麼國藥 或者是科興的疫苗 拿到是BNT的疫苗 這個基本上來講還算是中性 所以比較好解決 不是說變成整個中國大陸來幫忙你的 所以這樣子在形態上 也算是給了大家一個面子 懂不懂 那就不是說只有在這個中國大陸 把整個面子都全部給中國大陸了 來是說他還是給了一個BNT 所以還是有這樣子的一個 所以整個的話你看 美國的面子也給了 中國大陸的面子也給了 台灣的面子也給了 政府要去跟中國大陸通的敲門磚也出來了 因為中國大陸 台灣跟中國大陸勢必要通的 可能就卡在美國 那這個美國已經 已經有進入這個世界點頭了以後 這個以後可能通的路就會比較寬了 那可能那些民進黨的人 他覺得還是搞不清楚狀況 還會說以為就還在那個不通的情況下 那加上那個什麼國產派的那個疫苗 那個國產派別又出來了 又要去擋 這個時候真的是沒有考他到實事 因為台灣不跟中國大陸通還是不行的 美國勞大哥都已經同意了 那這樣子做是最不露痕跡的非常好 剛剛有志講了說這個郭董會不會真是超前部署 提前佈局佈了這麼一個 一個很精彩的局不知道 但是呢小英總統呢自己是不是也在佈局 他六月好忙啊一直在打電話 那麼除了打給郭董之外 剛剛在昨天還打給賈詠傑 還打給了資深媒體人黃光琴 好那當然也主要是因為呢 賈詠傑黃光琴呢都捐贈這個相關的物資 給這個社會 所以他特別謝謝他們 而且呢因為兩位還有遭受一些酸民攻擊啦 好所以總統呢特別呢秀秀一下 那也說聲抱歉了 好可是呢我們看到很多人就開始解讀了 包括了像是他們自己人國正亮就說 蔡英文為什麼會突然覺得對民間團隊 民間人士應該要做個讓步 當然就看到自己的民調不好嘛 這個很現實 所以換句話說呢 他在搶救自己的低迷民調 他要行訴一種與民同在的感覺 進行政治宣傳嘛 好所以請教這個韓冰 他這一波很明顯的就是在蹭聲量嘛 蹭賈詠傑的聲量 那確實好像也被蹭到囉 因為我們來看到呢 這個是聲量看政治 小英總統在昨天118之後的聲量是 第一耶是很高 那這個高當然包括正面或者是負面 那他遙遙領先很多的政治人物 可是不管怎麼講 對他來說 這一波的聲量是蹭到啦 那 前一陣子小英總統不是一直很擔心 自己的觸及率不夠高 現在他的觸及率非常非常的高 好酸喔 什麼事情都沒有辦法不觸及到他 實際上這並不是蔡英文總統希望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總統你先回去 把你那個小編犯了掉 這個對你來講是不佳的 其實你看蔡英文總統每一次 他的聲望最高的時候 就民間制度最高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其實通常都是他觸及率的低點 喔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蔡英文其實 他聲望最高的時候 通常就是那個鍋都別人在背的時候 大家普遍不認為是他的錯 比如說認為是蘇貞昌的錯 或認為誰是誰的錯 不甘他的事的時候 他的聲望就會很高 那現在呢 因為整個疫苗事件的影響 這個整個疫情的影響 大家覺得說 你不管原先可能是陳時中的錯 可能是蘇貞昌的錯 或可能是認為一個 反正這個火燒到他了啦 因為到最後仲裁者是你嘛 你看連郭董今天八點聲明 最後一講說我相信最後決定的人是你 不就這樣 大家心裡頭心知肚明嘛 你知道怎麼樣 你還是總統 你又是黨主席 所有東西當然是你說了算嘛 你不要告訴我 你完全沒實權 你只是個傀儡被人家架空了嘛 所以呢 到最後民怨一定會歸向蔡英文 所以蔡英文最近很急 他一直急著要把自己洗白 希望自己的不但有聲量 而且是要比較好的聲量 可是問題是他發覺情況很不妙 因為你看一個賈詠傑這個事情 本來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 老實講賈詠傑的事情 如果一開始陳時中不要脫嘴 不要假的 人家送你 你就說我們非常感謝 我們現在非常需要 不要說我們也有訂 你不需要去講什麼我們也有訂 還說我們一樣是6月13號到貨200台 你是要託賭還是要怎樣 對不對 講那個東西幹什麼呢 你再怎麼樣 你的動作還是比民間慢嘛 人家宣布的時候已經到送到醫院去了 你那200台在哪裡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 到底有沒有我也不知道 所以當你都這樣講了之後 陳時中已經做了一個錯誤示範 結果蔡英文自己還做一個更錯誤的示範 當然那可能他小編寫的 因為他小編又在那邊 臉書裡頭又寫一個500台 我們已經政府有超前部署有買 那大家當然就會嘲笑他嘛 什麼時候還在那邊懶攻 你看到最近民進黨的人真的很急喔 日本大哥哥送個124萬來 賴清德啦 陳時中啦什麼 全部都跳出來 每一個人都有功勞啦 蔡英文還居中破壞 還變成什麼十日寧靜作戰 然後再來 像美國人送75萬計 又來了又是誰 柯建民又講說誰誰誰 有功勞啦 所以每一個都要自己搶攻 你會給民眾很強烈的盤感嘛 所以蔡英文總統 其實我覺得他終於發覺 現在他的聲望雖然很高 可是民眾普遍對他是膽感 所以他才要特別在昨天發那個 又感謝郭董 然後又親自打電話給賈永傑 然後呢又感謝光晴姐 那我必須講 總統你會不會太懶 第一個我必須說 如果我們就比較公立一點 以數字來說 賈永傑募資9000多萬 你親自打電話給他 人家郭董要捐的是500萬 DNT疫苗那多少錢啊 好幾十億啊 我們聽說60億吧 對啊 那你不是應該跟人家見個面 也是很正常的吧 結果你的電話都沒打給人家 還要郭董今天特別發聲明 跟你求見 所以你就做不到位嘛 老實說我覺得 蔡英文總統 如果你真的想要洗白你自己 不要只是打個電話 不要只是打個電話 現在視訊很發達 因為不適合見面嘛 視訊很發達 你就直接拉賈永傑或是光晴姐 你們直接也要視訊 隔空視訊直播 大家聊一聊 也讓這些媒體人或是藝人 講一講現在台灣人民的心聲 你要這樣子 我覺得你慢慢會洗白 那如果你要跟郭董見面 很好 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覺得就公開跟他見面 然後直播 讓全民看到 你是大公公司的 你是公正的 你是從頭到尾真的開綠燈 而且還開兩朝通道 雙向通行 你要證明給大家看嘛 老實講 現在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 就是建築在 你們所有一切事情都黑箱作業 包括連個EUA 都不敢給人家公開 大家美國人都可以 美國人很多東西都講機密 結果人家EUA可以全程直播 為什麼台灣到現在不行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總統 與其你做這些無聊的小動作 其實你做完之後 反而你知道 反而真正捧到誰 捧到佳永傑而已 你不如你真的想要讓自己 他自己沒有加分 沒有加到分 他沒有加分 我覺得反而負分 所以我覺得 你真的要讓自己洗白 要讓自己成為正聲量的話 我勸你你就直接接見郭董 順便連張忠謀一起來 大家就開城不空全部台 然後呢 你指示陳時中 你直接下令 叫陳時中說EUA全程公開直播 這樣子國人對 這個台灣自己高端聯亞疫苗的疑慮 才比較容易消失嘛 不是嗎 如果蔡英文總統 你能夠這樣做的話 我覺得你才有機會洗白 不管的話 我覺得你只會越來越黑而已